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托马斯死后 椅子被搬回旅馆 回忆的事情就截二连三的发生了 先是一个保洁因为踩在椅子上摔死 后来又有一位建筑工人坐过椅子后从屋顶摔落身亡 一批英国皇家士兵慕名前来要打破诅咒 于是轮流坐上这把椅子 结果他们在战场全部死了 旅馆的老板将椅子封锁在地下室 却依然无法阻止椅子带来的死亡 无奈的他只能将椅子交给了博物馆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 万历皇帝更是懒得出奇 当了四十八年皇帝 三十年都不上朝 结果专家打开领幕后 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万历即可观看